迪士尼乐园下星期一开幕 但昨天接待接近3万人排队的时间太长 引起很多人的不满 政府和乐园的高层下午开会研究 迪士尼说政府提出很多意见 他们会考虑调低入场人数的上限 有不修华报道 香港迪士尼乐园是很多小朋友都期待已久的 但礼拜日有近3万人入场 就令不少人失望而回 做爸爸的即使有耐性 打一些教授欢迎的游戏 动下就说要排三至四个小时 除了累 人龙太长 有时连排哪个游戏都不清楚 真的不是很满意 其实要夾一条300人 我觉得他容纳不了这么多人 应该我想两万左右 由财政司司长主持的迪士尼乐园督道委员会 下午开会 乐园行政总裁罗宾森说 政府已经就总彩牌提出很多意见 乐园会考虑 是不是调低入场人数的上限 有立法会议员就认为 乐园应该视乎情况 买少点费 与其追求人数 就不如确保质量 因为确保质量才可以保持这个项目 长远是受港大的女性格欢迎的 旅游发展局就说 可能是市民未熟悉 不担心乐园开幕之后会出现大混乱 他认为总彩牌出现问题是一早预见的 相信乐园会适当调教 亚洲电视记者 伍修华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